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盧冠安 现在录影的时间是 2023年12月23号 周六的20点48分 那我们今天要来讨论的是 其实这个问题我 老实讲我一概不是很想讲 但是因为 有一些朋友有私讯就 在我脸书私讯给我说 希望聊聊这个 那其实如果你上过我课的学生 其实就已经知道说 其实我个人其实对房地产 其实真的是没什么太大幸福 因为第一个 就是说 基本上我觉得房价这种东西在台湾 其实是 讲蓝天脸是很高度政治化的 很多人讲到这个地方就很情绪化 我觉得讲这个东西有点 有时候有一点吃地不讨好 因为讲了之后 大家其实想法还是都那个样子 那其实就我一个 当作一个 怎么讲 就是一个教育理念 教育者来讲 我是觉得这个好像讲的 其实没什么太大用处 那我觉得讲这个就有点不如不讲 但是 后来想一想说 还是说一下会比较好 那刚好是最近 三个总统候选人 其实他们在房地产相关的 一些都有一些争议存在 这样子 那这个请各位 故作过度的连结之类说 我可能是在 支持哪一个候选人 当然我自己有支持的候选人 但是我在这个频道 我是不会公开讲这个事情 因为我们频道本来就不是在讲政治 OK那 好那正式开始之前 还是麻烦各位按赞订阅分享 那谢谢各位 那我先讲一下我一些个人的资讯 就是说 比如说你 你要怎么跟我讨论一些相关的事情 那这个你可以教我个人的NB 我个人的NB 个人的NB 那我 基本上那再过来 这个是我个人的线上投资课程 那我这个线上投资课程 是 预录好的 那 每个课程可以让各位看两个月 那如果说你买两个课程的话 这两个课程都可以让你看四个月 那我总够这几种课程 就是初级班 原物料班 外汇跟经济数据班 还有债券班 跟进阶班 这五个课程 那再过来是 因为如果 我之前已经讲过 大概9月10月那时候 已经做过好几个影片 是说未来10年会有 很高的通货红障发生 比过去10年看到的高很 OK 那高通红丝期 其实原物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 基本上来讲 这本书是我2018年出版 那基本上目前已经 基本上已经 出版社会没库存 大概两个礼拜前 已经全部销毁 其实也是没几本 那我这边目前剩下大概是三四本 有就是已经不到五本 那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 可以在我这边留言 可以在我这边留言 那还有另外一本是 掌握投资金率这一本 其实也可以一并在这边 留言购买 那如果各位是 在这个表格登记的话 麻烦各位登记之后 注意一下我的讯息 我是电话 因为我这边有要求各位 看要留电话 不要有些人登记之后 其实都联络不到 因为书也没剩几本 那买不到我也没办法 因为老实讲 就这样子 那有些人可能是想买电子书 那我电子书这边有点解 那电子书的话 也是今年12月31号过后 之后就无法再 就会下架 没办法再购买 OK 那如果请各位有要购买的话 请把握时间这样子 谢谢各位 好那 我们今天正式开始这个议题 那我正在开始这个议题之前 我先 我先讲一下 其实我 我之前看了这一本书 就是国外的这一本书 就是Bong的Boost 这一本就是 Bong就是彭博的意思 就是泡沫膨胀与破裂 我们可以这样翻译 Bong historical financial bubbles 就是说 一个全球金融泡沫的历史 这一本书是在讲 历史上比较大的 金融市场的泡沫 比如说1929美国股市崩盘 然后1990年日本股市崩盘 这种2000年网路科技泡沫 那他其实这本书 我觉得对我最大的启发是 他有提出一个所谓的 发布Triangle Triangle就是三角形 他认为说其实这三个东西 对于泡沫的形成缺一不可 第一个就是投机的心理 因为大家觉得买这个会赚 你才会进来炒这个东西 才会进来买这个东西 然后第二个是他要有交易便利性 比如说你这个东西 他买卖很困难 你就算大家想要买 那也没什么用 那再过来就是信贷 那信贷就是他要有资金 比如说过去几年美国股市上涨 一个很重要原因就是因为在2022年之前 其实美国利率非常的低 而且美国还无限量QE 所以资金太多 所以我从这三个因素去分析的话 其实你就可以看出来说 台湾的房价到底为什么越打越涨 因为我相信各位应该很认同说 其实台湾的房价有很严重的泡沫存在 所以我用这个分析是没有问题 好那也就是说其实我们去看 我们在每次 不管是不是选举时候 我们要帮助年轻人买房 不管是年轻人 反正要帮助各位买房 基本上就是政府就会用一些低低贷款 什么30年40年50年的那种贷款 或是恩远凡他就是 他就是让各位更容易 更容易贷款买房子 不管或是甚至利率也会降低 之类的 那其实你用这个去分析你就知道 他让你更容易买房子 就是增加交易变迹性跟信贷 就是后面这两 第一项的后面这两 那这个当然会助长房价上涨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必须要了解一个事情是 当你在买房的时候 市场其实不会辨认你是自住 还是投资还是炒作 那是税率上会辨认你是自住 投资炒作 但是市场基础是什么 市场基础就是 我们所谓的供需法则 你要买的人比要卖的人多 你这个价格就涨 所以基本上他今天 为什么政府就越打房价越涨 因为他政府打房价的方式 他总是要符合各位的期待 就是说让你方便买 那你方便买房之后 你房价当然上涨 为什么 因为你要买的人就可以买了 那你买了之后 这个房价的市场 其实他不会管你说 你是自住投资还是炒作 我举个例子来讲 假设某个人他有一间房子 他有时候他购买的成本价是1000万 就他转手给下一个 那下一个愿意用1200万去跟他买这个房子 那我请问你 下一个人到底是自住 买了之后他买的目的是自住投资还是炒作 因为他就是愿意用1200万去接1000万的房子 他就是在助长房价上涨 所以基本上你今天管你是自住投资还是炒作 你只要想要买的人 越来越多 那你这个房价就是会涨 所以我们这边就得到一个结论是 为什么过去政府越打房越炸 因为你政府要帮助大家买房 我这边这个应该修正一下 我这边把这个字修正一下 我需要认这个地方 基本上你政策帮助人民买房 他就是住长房价上涨 为什么 你买了之后 你买房那个时候的市场机制 他会不会去辨认说你这个是自住还是 还是投资 还是说你是要拿来出租还是什么之类的 我去辨识这个 他就是市场机制只记得 你就是买 你就是又一个人进来买就对 OK 所以真正会让房价下跌的政策 其实是没有选择 为什么 因为老实讲现在要打房价 其实如果以我经济 经济现实来讲 我交投资交的时间 其实非常简单 我讲的最极端的方式 你就宣布说从今天开始房地产 房地产半年之内全部不能交易 我跟你讲房价瞬间就崩盘 房价瞬间就崩盘 那当然这个是很极端的方式 这个也不可能有政府实施这个方式 这个也太夸张 所以基本上我意思就是说 你今天你要打房价 但是你要打房价 你却让大家更容易买房子 这其实就是造成房价上涨 OK 所以很多选民 因为选民自己就是造成房价上涨 远凶为什么 因为你就希望政府帮助你买房子 所以其实我们大家都是在炒 你也不要在那边怪人什么投机客之类 我们大家的心态就是在炒 为什么 因为除非说你像我这种 我根本讲的一件 我就是之后就是 就是我继承我父亲的房子 我基本上我不会想要去买什么房子之类 这种 我当然你说老师 这是因为你父亲有一间房子 对没错 那我听得清楚 我知道没有房子住的那个辛苦 因为我曾经也是租屋住很久 在外面工作的时候 也十几二十年 十几十几年 十五年以上 所以基本上 来讲就是说 你最想买房子的话 你那个心态就会让媒体 跟市场机制 他就越容易把房价拉高 因为你想买 你想买你就会住着房价上升 不管你有没有真的实际去买 OK 好所以很多人常说日本房价很低 相对当然这是相对所得而言 很低 那我请问你 日本人想买房子 你可以去看一些网路新闻 因为台湾人很常去日本 但是实际上台湾人真的很不了解 我必须这样说实在话 你随便看一些网路的资料 都知道日本年轻人 买房的意愿 应该是全世界先进国家最低 所以他们有全世界 先进国家相对所得比最低的房价 这样很正常 因为他们大家都不想买 当然你说老师 这是因为日本税率高啊什么之类好 这是一部分原因啊 其实日本有它各式各样泡沫 日本在英雄90年泡沫爆炸之前 其实他们是大家都要买房子 他们那时候方便到 甚至路边连类是有那种 类似有那种自动贩卖机ATM那种东西 他其实都可以让你直接在那边带 那个人还是日本的首付叫 叫5什么 我忘记了反正就是 基本上当时日本信贷是非常容易取 当时我曾经看过一个资料是说 当时你只要去公司上班的话 那个所有的 不管你的上司你的朋友你的同事 都会叫你赶快去贷款买房子 因为你越早买赚越多 台湾的心态 那是190也是 台湾现在心态也是这个样子 只是现在房价高到 大家已经有点追不到上去的这种感觉 OK 好 那再过来 所以这个基本上就是 我讲难听的 其实这个就是我们自己的心态 造成房价上涨 OK 你说 老师你讲那么多你的建议是什么东西 我的建议大概有几个 第一个 红色的这个部分是基本上目前市场上没有 比较没几乎没有人在讲 但是这是我独猛的建议 那你各位可以听听看有没有效 第一个是避免助长投机心理 为什么 我这个建议其实就针对这个 这三个东西去 第一个就投机心理 好 因为避免助长投机心理什么意思 因为我 现在也是几岁了 我深切感觉到说其实人的思想 其实受到传播媒体的 尤其是出社会的 受到媒体的影响真的非常大 不管是网络媒体还是传统的新闻媒体 那基本上来讲 我们会发觉其实很多媒体 包括你去看什么报纸 他都有地产专区啊什么 苹果地产报什么什么 你也不管 反正就是他都有这种房地产专区 那我个人认为 政府必须要限制这些 新闻媒体的版面 就比如说好 你这张报纸是总共八页 十页来讲 我拿十页来讲 你报房地产的部分 包括他相关的广告 你不能超过半页 为什么 因为你越报的话 大家就觉得 就是有一点那种三人成虎那种感觉 你越报 大家就觉得他越会长 因为基本上我自己个人 其实我也认识一些房地产相关的 从业人员 不管是高层或是低层的从业人员都有 基本上 其实他们不会去讲房价是会跌 他们只会跟你房价跌的时候 他只会跟你说房价在修正 所以他们 那这样媒体这样讲的时候 其实他每天在讲上涨上涨 你都不会听到下点 你都听到修正的时候 你不会去辨识 你就会觉得 你就会 讲来你你就会被他洗脑 说就是房价就是永远会上涨 所以这个必须要有这个东西 那有人说 那这样是不是违反言论自由 我个人觉得 那样你从什么观点去看 当然如果说你用一个很 非常自由派的观点去看 这绝对是违反言论自由 但是我这样讲 在国外其实很多商店是可以卖药 那台湾是只有药区 那你说这个我没有违反 我没有违反宪法的自由 我是我不是法律学者 但是我个人认为这个事 为什么 那为什么政府可以用这个去限制 因为他说这是为人民健康造型 那也可以 那我政府为什么不能为了社会跟经济的 分配跟公平正义 他去限制媒体 讲房地产会上涨 我个人也觉得可以 为什么不行 好 那第二个就是限制转售或是客重税 这个我想其实已经包括最近通过那个什么 囤房税几点 基本上这个也是一个 那社会自财只支不受 我相信这个也不用再讲 因为社会自财只不受的话 他基本上就可以 虽然他是他提供了一个住的空间 但是他基本上就减少 因为他没有在市场上买卖 但是因为避免说住社会自财 变加歧视 所以我个人认为说社会自财 基本上他必须要 比如说租金可以抵破 之后比如说他住几年之后 他可以买 那这个几年最好是越久越好 比如说五年十年甚至更久 那或者说社会住宅 你只要没有 比如说你没有形式基督 或者是老林的问题 基本上你就可以转身拒绝 那这个像 我觉得其实已经很多 政党 其实他都提出这些相关政策 我就不讲 那第三个就是 其实这个是我反而是我 我相信我这样讲 一开始会被你表面上看会被人家骂的 比如说限制银行给购物者的房贷金 但不限制给建商贷款 那你就是在密建商什么之类的 你冷静想一下 我这是在干嘛 限制银行给购物者的房贷金 我就尽量减少买盘 但是我增加建商的供应量 因为你建商贷款 那是要干嘛 他就是要盖房子 不然他贷款拿来定存 还是拿来炒股票 不会嘛 所以这个时候你减少需求跟增加供给 我前面那个是限制银行给购物者的 房贷金的 这个是减少需求 那你又增加建商的供给 那这个房价就跌 比如说你减少需求5% 你增加供给10% 房价就是增加供给5% 房价就是跌10% 一来一回就差10%了 OK 所以我个人的结论的建议 其实就是这三点 尤其是第一点跟第三点 各位可以思考一下 那我当然目前没有任何政治人 他提出这个这样的政策 但是这个可以给各位参考 你可以去试验一下说 我们为什么台湾都现在房价这个 你一道之中都没办法讨论其他议题 比如说国际的议题 然后是其他比如说 最绿公平正义的问题 这其实都没办法讨论 我个人是觉得 我不是很喜欢讲房子 这个问题就是这个样子 因为台湾其实房价是很重要 没有说 但是我觉得其实台湾有房价更重要 包括中国对岸的威胁啊 什么之类 这其实也都很 那我不是说认为房价完全不重要 但是 这个议题 我每次讲到的时候 其实大家都很情绪化 包括我可以预期 我这个影片出来 下面也会有一些情绪化留言 但这个没关系 基本上 我们就是要讨论 但是我还是希望 各位可以尽量去理性 看待我这个讲法 是不是有它的道理 那我们今天影片就到这边为止 谢谢各位 那麻烦各位按赞 订阅与分享 频道 谢谢各位 谢谢观看 谢谢观看 谢谢观看